公司 公司里面的director 他们可以投票 他们有开会 他们要达成一个quad 达成了才可以投票 才表达出公司是怎样的 还有他们有bought 如果有空位的话 他们有股东或者director 去补这个空位 director要做什么 当然了 在business的time段里面 要对公司着想 他们要忠心 没有自己为自己的 他们不可以 自己做自己的duing 有一些公司机会的那些法律 会办他的 HOA 业主委员会 其实是一种公式 每一年参议会 特别的会议 比如说有人贩规 他们就compliance meeting 比如说有litigation financial 就叫special的finance meeting 股东 他们有他们的权利 在开会 一定要达到quad 等等 只要他们的决定 是为了公司 director officer 和员工 他们都不用 具体负责 责任的 怎么叫officer 是公司里面 组成的主要成员 他的工作好像director 他要care loyal 为什么网易要学呢 刚才的那个公司 他有agent management 有没有 钱 扎进去 他是一个entity 比如说公司 他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独立的 distinctentity 他可以 拥有property 他可以做这个合同 他可以 告人 他也可以 给人家告 这个 整个 这个都是公司 他 本来的那些会员 不可以 当那个 行径网民 是个director 的member 就可以 可是partnership 就不同了 partnership 它不是 那种公司 company 的那种 它是 每个partner 其实 已经是一个agent of the firm 它partner 是可以 当那个manager 的 他们没有 最低 投资者 的partnership 的 那个 钱 如果公司 的property 是partner 拥有的 他们可以用公司的名字 去告 或者简直告 可是partner 之间 也是一个 积极的 individual 这一个表 我希望大家了解 其实是 soul corporate 个体 还有partnership 的分别 最好大家呢 把那几个form 记得 叫你们记 soul property 和partnership 先放在左边 写三个很容易记得 大家都是 limited 首先 然后呢 有一边呢 是limited liable 它是company 或者是partnership 刚才我们讲过了 另外一个叫limited parnership 也有liable 这一个 五个好处呢 characteristics呢 也最好记得 因为 它对我们将来 非常有用的 大部分公司呢 都是farm的呢 有一个叫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这样子而已 其他这三个呢 比较 没有很 很多时候用 IEIT 是一个 投资 地产的 以前呢 它在1976年的时候 才可以 用公司的名义 去投资 当地产不好的时候呢 IEIT的作用 慢慢 越来越大 它好像一个 公司一样呢 拥有地产的 房子啊 等等 有管理的manager 有trustee 有投资的investor 它这个公司 有经理的 它可以找property manager 公司的 去管理那些屋子的 那 有一些 股东 或者是trustee 你看 它们用这些 Rampo income呢 就派这些 dividend的investor sindication 其实是一种 investor和sponsor 这样子 可是investor 要放80%到95% 进去的 通常它是一个 LLC 或者是LP 是一种partnership 它的很多法律管它的 有财务的风险 投资的风险 管理的风险 赚的那些钱 是投资的appreciation啊 或者是有一些现金进来 这些 房地产要 超过一年 才可以算是 long-term capital gain 打那个15%的税 depreciation呢 也不可以 超过四分之一 25% 不可以 那么快的 通常呢 这些return on investment呢 比其他都快 炒嘛 炒房地产呢 跟我们今天讲的 公司啊 partnership啊 等等都很 很 很 related 这一个 就是 LLC的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填几个表 然后 拿去那个 secretary of state 登记 这样子 我们记得啊 公司 还有公司的规矩啊 它如果 要知道公司的 跟研究和 harking merging啊 等等呢 都有很多规范的 在Hoa里面经常考的那个by law 就是这个 是一种文件 是一种文件说 Dalantus 怎样换 等纹的 是讲这个公司的 所以 Hoa呢 它们的by law 啊 ccmr啊 financial statement 我们记得这个 我们记得这个 Document 要记得这个名字 里面说 是什么类型的东西 围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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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财产啊 公司的财产啊 储处银行 它算是一个公司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 可以看得出 其实对 它算是一个 快乐公司的 但financial statement 算是一个公司吗 它是有股东的 是computing trade的 所以 简单来说 当然是公司啦 请大家注意啊 我们有homeowner 屋主 它用 做一些mortgage 然后呢 写一个 卖它的mortgage 给FreddyMate FreddyMate 卖这个 它guarantee 它把投资者 留住在这个mortgage 然后sale 在当时呢 sale在我们的PC 去那些trust 所以 secondary market 就是FreddyMate Chinese Primary market 就是我们那个 our customer 这个字 考试 集结 虽然 不多 可是 以后 我们也一定要懂 Danny Mate 做什么 看当时啊 billion billion的 钱呢 投进去 就是美国银行啊 美国银行啊 J.P. Morgan 发股 等等啊 Golman sale Morgan sale 这些 我们都要懂的 他投入189个 第一页 去FreddyMate 里面 旧这个地产的 看着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当时 Golman sale 把 他最危险的东西 给了AIG 后来 AIG 倒闭了 到底Quantitative Easy 是好 还是不好了 我们有空 可以再来一课 多讲 当那个 Quantitative Easy 出现的时候 有三次 我们叫 推一 推一二 推一三 的时候 他 对股票 真的好吗 我们看看 2016 现在 真的好了 其实 他是从 银行 手上 满回 金融 政府 出来的 Bond 所以 Quantitative Easy 是一种 他不跟 Treasurer 买 他跟 那个 Golman Sale 买 等 Golman Sale 赚钱 可是 很多人 批评 这个 效果 只是 当做 Federal Reserve System 没有 当做 中间的 中产 进行 当然呢 我们还有很多 Cooperation LLC的分别 Partnership L-L-P L-P L-L-P 等等 还可以学的 比如说 L-L-C S-Coop 的分别 其实 第一讲呢 我们都可以慢慢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简直 去 去 记得 的 这一个最高的是 好的 这一个粉红色的 不好的 然后 还有 其他的 公选 最后 我们看看 谁 给一个 Cooperation 的 Cousand 权利 是EO Bot of Director 股票的 那个人 是谁呢 答案是B Bot of Director 是他们 授权 给一个 President 去代表 这个公司的 如果 不可授权 谁 可以 拿钱 出来呢 不肯 withdraw呢 没有人可以吗 A 不是 硬核的 员工都可以吗 C 没有牌的员工 好 答案是 谁都可以 可是 他一定要 Bonded Any employee 关于 Limited Partner A B C D 有三个 是对的 A 他有一个 和 General Partner 一个 超过 多一点 B 那个 Limited Partner 只是 不值 他的 Investment Only C Limited Partner 可以做一些 行径的 Management 方式 D 他一定要 白纸黑字 写出来 看看这个 原来呢 C 是错的 ABD 都是 对的 所以 我们要记得 比如说 他一定要有一个 general 他 Limited 只是 Limited 他的 股份 然后 我们还要记得 Limited Partner 是不允许 参加 的Management 方式 的 大家看这个 video呢 随着 写出来之后 还有 要从 学东西的 角度 记得 写 精英 对 对的 答案 Partnership 一个是general的 Limited 他 副东西的 前行 走 走 够了 Partnership 一定要白纸黑字的 那 所以 再重复一遍 C是错的 原来 Limited Partner 是不可以 当 Management 方式的